請用現場時間我們要來看到 是中國大陸的外交部副部長 訪問北韓代表著什麼訊息呢 更多重點內容交給陣容 大家好 歡迎繼續請用現場 我們先帶你來看到這最近畫面 這是中國大陸的外交部副部長 孫衛東在25號的時候 是帥團前往北韓來做訪問 深化中朝之間的關係 要加強戰略溝通 孫衛東此行也不排除 將會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來會面 主要就是因為北韓近期就宣布了 對於南韓的政策已經有所改變 因此外界就分析 北韓將會向中國大陸介紹 近期對南韓的政策 並且也要聽取中國大陸的意見 而同時間美軍的三艘航母 集結在西太平洋地區 分別是羅斯福號 最近現身在印太部署的 這個第七艦隊的作戰區 這艘航母還有跟雷根號 卡爾文森號會合 也形成了三艘核動力航母 進駐的態勢 當然引發了外界的關注 外界就認為這就是美國對於朝鮮半島 進行的局勢做出了一個回應 同時間大陸的軍事專家 現在也分析把主要的兵力 放在亞太地區 除了是對朝鮮半島的狀況 有所回應之外 同時間也是對臺海地區 還有南海地區 對中國大陸來進行威懾 當然在台灣的大選過後 臺海局勢是受到了全球間的關注 而現在美國媒體《紐約時報》就分析說 應該要全力來遏止台海戰爭 因為在台海上投 如果有風險的話 那就表示台積電有可能會停產 就會導致全球的經濟陷入了蕭條 《紐約時報》的報頭就寫到了 台積電堪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司 這也是歷史上唯一一個在停產之後 會可能導致全球經濟蕭條的企業 如果說數百億的美元 沒有辦法將晶片轉移到美國生產的話 那就應該要努力遏止台海戰爭 其實這個《紐約時報》會做出這樣的分析 除了跟選後的情勢 他們有所關注之外 另外也是跟台積電在兩天前 他們所做的這個法說會 來進行相關的這個分析 來看到的是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台積電法說會就提到說 這個外建廠將會按照計畫舉行 但是在台灣的部分還是會加碼蓋新廠 另外有些比較尖端科技的部分 還是持續會在台灣這邊佈局 包括了接下來在新竹會建2奈米廠 那台中也會準備建廠 可能會投入的是1奈米以下的技術 另外在台南會擴大3奈米的製程 那高雄的話將會建2奈米的建廠 也因此對於現在台海的局勢 那台選過後 包括了台積電最新法術會的相關 在未來的這一年的這個產業鏈的 這個佈局方面 那也讓紐約時報做出了一個新的分析了 好 另外要來看到的是美國前總統川普 現在被認為說是有可能就是共和黨 將會推舉出來跟這個拜登 來互相挑戰白宮大位的候選人 好 在前幾天的時候 他就被問到這是福斯新聞 接受福斯新聞的專訪的時候 就被問到說 好 美國是不是會幫助保衛台灣呢 其實此舉意味著有可能會是跟中國大陸來開戰 好 我們等於來看到了川普的回答 其實我們從他的回答來看到的是 他沒有想要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他覺得這個是這個假設性的問題 因為川普他說 站在總統的立場是沒有辦法說出心中所想的 因為一旦說出來的話 那亮了底牌 談判的話就會處於一個比較居下風不利的位置 但是話風一轉 他的確也說這個台灣搶走了我們所有的晶片生意 因為現在百分之九十的晶片都是台灣製造 他說台灣很聰明 巧妙地奪走了 美國的生意應該早就阻止了 當然這一段話現在被外界解讀說 有可能就是萬一川普他真的 好 再度入主白宮的話 美中貿易戰有可能會更加的比他上一個任期還要激烈 又或者是整個產業鏈的佈局 那川普他還是會力推他在上一任所談到的 就是要把這個包括了一些製造業 甚至是晶片業都要回到美國 以美國作為優先 但是不管說是誰是會是下一屆白宮主任 但現在美中關係還是持續往好的方向來進行 因為現在美中之間的對話 溝通渠道看起來已經是恢復正常了 好 這是華爾街日報的一個最新報導說 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最近將會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 兼任外長王毅在泰國這邊來會談 而雙方這一回要談的就是中東局勢 有鑑於這個伊朗的夜門青年運動組織 頻頻在鴻海這邊發動攻擊 攻擊商船的相關事件來展開會晤 而大陸外交部犯人汪文斌 在今天證實了這項消息 大陸外交部就表示 王毅這是應泰國的副總理兼任外長的邀請 二十六號到二十九號會訪問到泰國 期間就會跟蘇利文來會面 這也是繼美國總統拜登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去年十一月份的習拜會之後 兩個人首度碰面 英國媒體金融時報則分析 蘇利文和王毅在去年 其實有舉行過兩場的秘密會晤 包括了五月份跟九月份都有會面過 不過都非常的低調 因為都是事後才有正式的對外說明 好 我們持續來聚焦的是在美國總統大選的部分 當然剛剛提到了是川普有可能會再跟拜登來上演 川敗對決 而目前他在這個共和黨的提名初選當中 是遙遙領先的 而他在福斯新聞預定在二十八號播出的節目訪談當中 他是沒有正面的回答說美國到底會不會協防台灣 甚至他批評台灣搶走大筆的晶片生意 對此美國媒體新聞週刊就解讀了 他們認為是川普在暗示說 美國其實不應該在大陸萬一真的入侵台灣的時候 幫助台灣 美國總統大選打得火熱 台海議題也變得敏感 川普更說台灣拿走了許多的晶片生意 美國應該阻止這樣的行為 福斯節目主持人問說 如果再次入主白宮 美國是否會幫助保衛台灣 但是川普不願回答 口風相當的嚴密 似乎大家覺得川普的心不再照顧台灣了 但是去年9月接受CNN專訪的時候 對台灣的態度大不同 新聞週刊 隱身解讀是川普在暗示美國 不應在中國入侵台灣的時候 適時幫助台灣 似乎已經不是站在台灣的立場 有人擔心川普當選 很可能重創台灣半導體產業 甚至逼迫台灣交出產業鏈的 核心商業製造機密 是不是川普重返白宮後 台海的安全變得更加危險 川普心裡怎麼想 可能只有他知道 不過許多網友認為 這只是川普的選舉策略 故意要透過散播仇恨凝聚支持者 美國總統拜登和前總統川普 目前在剛開跑的兩黨初選各自領先 路透社就針對1250名美國成年人 進行全國性的民調調查 顯示川普以40%支持度 領先拜登的34% 差距在6% 按照目前的情勢 2024總統大選很可能再度上演川敗對決 記者陳嘉宇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各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酒精神神聖文靈 帥巴 酒精神聖文靈 酒精神聖文靈 風容實力 串 by bwd6